哎 你干什么去 我配不上你 咱们俩分手吧 行分手也行 那你当过了三年怎么算 你什么意思 两个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一下吧 你为什么要跟他分手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 及时止损 现在对两个人都好 三年了 你现在才跟我说不合适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还挺搭的呀 为什么会说不合适呢 原生家庭和教育 使我们两个现在关键有很大差 有什么差距啊 你能不能不要总找那么多借口 我从小就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下 我连买瓶饮料都要考虑一下 你呢 你从小一时无忧 你不用担心明天的钱从哪来 只要你按部就班的工作 你就可以满足你日常的生活需要 所以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家里肯定也不希望 和一个拉低你生活质量的人在一起 我们就这样 等一下 分手也可以 那你浪费我这三年的青春 总得给我青春损失费吧 青春损失费 要多少 你浪费了我三年的时间 一年按照三万来算的话 怎么着也得九万块钱吧 你的青春就是青春 我的青春就不是青春了吧 这三年我每个月都把工资上交给你 你想买什么我没给你买 我有亏待过你吗 是 我承认 你是这三年把工资都给我的 你做得很好 可是到头来呢 你不还是一时无常吗 你买得起车吗 你买得起房吗 你生得起孩子吗 我早知道你该听我闺蜜的 我干嘛还跟你在这谈恋爱呀 够了 你什么都听你闺蜜的 你去跟你闺蜜过呀 好啊 那你把钱给我啊 我真没想到 我们现在的感情需要用金钱来 钱可以再挣 自尊可以嘛 你不要再说了 我跟你谈来就是一场赌 我只不过没赌赢罢了 你又你的 这张银行卡里边有十万 密码是你生的 多出来的一万算是补偿给你的 我们就这样 别再联系 完全失去这一切 你说吧 渐渐放下回来 男生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没想到在一起三天 他原来是这样的 我看你拎个系列箱 是准备要去别的城市吗 本来攒了十万块 回老家做点小生意 现在连生意也做不成 今天谢谢你 我就先走了 赵银行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你真以为不是那样的人呀 这个给你 拿着 留着你以后去我用吧 取你 你刚才不是还说 哎呀那是以为 你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才说的狠话 怎么你不想去我呀 想是想但是 你知不知道我最烦你这一点 大老爷们说话磨磨叽叽的 但和我在一起 情人节和圣诞节 我可能给你买不了 那么好的礼物 我不是一定要过情人节 也一定要过圣诞节 只要我们两个人开心快乐就好 我不要求你给我发什么520 什么1314 我有钱这些 我也可以给你发 我更不可能要求你在二十几岁的年纪 就有车有房 因为这些我也没有 但是我怕我给不了你幸福 幸不幸福是我自己说了算 我在一队上遇到你之前 我拒绝了很多诱惑 可能你也是遇到了很多人之后 才有了我们的相遇 所以我只想好好珍惜我们这一次相遇 我们不分手了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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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